矿物是地球上最基本的物质,包括地壳、地蔓和地核中的各种元素与化合物。 在这些矿物中,有一些是非常稀有且仅在特定的地质条件下才能形成。 它们拥有着极高的价值与珍贵性。 欢迎来到全市中心在线资源。 第九,塔菲石。 价值2500美元每克拉。 颜色,各种,成分每匹氧化铝。 在宝石史上,尖金石扮演着伟大的冒名顶替者角色。 许多镶嵌在王室或其他珍贵珠宝中的红宝石都是尖金石。 然而塔菲石在最初被误认为是尖金石。 1945年,爱尔兰杜柏林的宝石学家爱德华查尔斯里查·德塔菲伯爵正在筛选一包经过切割与抛光的宝石。 在检查时,他意识到一块重达1.419克拉,看起来像尖金石的淡紫色小宝石可能有所不同。 重要的是,这块宝石具有双重折射性。 尖金石与钻石,石榴石一样是单折射。 出于好奇并想进一步调查,宝石学家Toff将这块宝石送往伦敦商会实验室进行测试。 研究人员最终确认这是新物种,并以宝石学家Toff的名字命名了这件宝石。 据称,由于大部分塔菲石的颜色饱和度较低,因此价格也很合理,每克拉约1500至2500美元。 但与大多数宝石一样,高品质的塔菲石非常少,因此价格极其昂贵。 一位卖家称,浅粉色与深紫色塔菲石的价格往往在每克拉800至2500美元左右。 饱和度更高的浅色每克拉最高可达5500至7500美元,而内部干净的深色塔菲石每克拉售价高达15000美元。 甚至在2018年的拍卖会上,一颗重达5.34克拉的淡紫色塔菲石以2万美元的价格售出。 宝石批发商表示,他们看到了塔菲石的几个非常特殊的市场,如收藏家、订婚戒指与收藏家投资者。 第八,亚历山大石,价值12000美元每克拉,颜色,红色紫色蓝色,成分,金绿玉。 1830年,俄国人在乌拉尔山脉东部的一个祖母绿矿中,发现了变石。 这天正值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生日,故将具有变色效应的金绿宝石命名为亚历山大石。 又因变石出现的红、绿两色,是俄国皇家卫队代表色,因此变石在俄国深受喜爱,被尊称为国石。 主要产地有斯里兰卡、巴西等、俄罗斯乌拉尔山的矿藏,以及乎枯竭。 变色优美的变石价格高昂,超过一克拉的优质变石,甚至比同等大小的优质红宝石、蓝宝石以及祖母绿更加昂贵。 但即使有充裕的金钱,也极难获得这样的宝石,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。 形状良好的亚历山大变石每克拉价值1.2万美元。 因变石中含有微量的个,使得它对绿光透射最强,对红光透射次之,对其他光线全部强烈地吸收。 因此,在白天时由于阳光的照射,使其透过的绿光最多,故其呈现绿色,用镜似白光的日光照明,变石也呈现蓝色。 可到晚上,当富含红光的蜡烛,油灯或乌丝白赤灯照明时,透射的红光就特别多,故呈现出红色。 变石由此而得名。 变色强烈显著的,是上等真品。 如果变色效应与猫眼效应及于一颗宝石上,则是极为罕见,而且价值极高。 珠宝市场上,用人造钢玉变石,人造兼金石变石,人工合成变石,冒充天然变石出售。 肉眼鉴别的主要依据是,多色性,包裹体特征与颗粒大小。 天然变石在日光下,呈深绿色或银绿色,力度小于一厘米,鉴定的最可靠方法是测定其密度。 第七,蓝硅蓬盖石,价值18000美元每克拉,颜色,银色黑色,成分,链硅酸盐。 Serendibite是一种罕见的非硅酸盐矿物,于1902年在斯里兰卡被发现,它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蓝硅蓬盖石来源。 由一位名叫Gunasekera的人发现,但以斯里兰卡本身的古词Serendib命名。 这种矿物形成一种透明的黑色晶体,具有透明的切面与闪亮并几乎是银色的外壳。 形成蓝硅蓬盖石的盐石被称为锡卡盐,这是一种富含蓬的沉积物,其中夹杂着花钢盐,也可以形成尖金石。 在Serendibite中,宝石级别的蓝硅蓬盖石是最珍贵,最昂贵的品种之一。 由于其数量稀少,市场上的价格非常高,每克拉高达18000美元。 它是非常稀有的宝石,颜色鲜艳,透明度高,光泽好,非常受珠宝爱好者的喜爱。 第六,硅蓬美铝石,价值2万美元每克拉,颜色,蓝绿色,成分,导状硅酸盐。 硅蓬美铝石是一种蓝绿色矿物,以法国探险家与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格兰迪迪埃的名字命名。 这种矿物最初是在马达加斯加南部海岸的Andra Homana地区发现。 2014年,在马达加斯加特拉诺马罗附近发现了一个新的宝石品质矿床。 这种矿物质含铁越多,颜色越蓝,含铁越少,颜色越绿,宝石级的硅蓬美铝石只有来自马达加斯加。 从量和质上来说,产量非常非常少,透明干净的高品质壳面硅蓬美铝石更是难得一见。 一颗色彩鲜艳的硅蓬美铝石每颗拉价值可达2万美元。 宝石的价值体现在美观,耐久与稀少上。 该矿物的美观性无庸置疑,它应有非常高的双折射率使其有较明显的火彩。 颜色也不舒帕拉一巴必喜,稀有程度上更是世界上最稀有的十大宝石之一。 硬度也不低,耐久性非常不错。 它产于伟金岩和细金岩中,主要产地是马达加斯加。 除此之外也产于其他国家,如非洲的马拉维、纳米比亚还有斯里兰卡。 但到目前,市场上的绝大多数保时机硅蓬美铝石都只来自马达加斯加。 并具有明显的多色性,正面光角度,为硅蓬美铝石特有的蓝色。 侧面角度,蓝绿到无色到绿色。 第五,硅蓬盖铝石,价值55000美元每克拉。 颜色、红色、成分钙、钩、铝、蓬氧。 Painite是一种蓬酸盐矿物,含有微量的几种元素。 包括各,这是元素呈现红棕色或橙色的原因。 这些元素中有几种很少自然的相互作用。 这就是为什么成功形成的硅蓬盖铝石极其罕见。 成型良好的Painite每克拉价值约55000万美元。 颜色似石流石暗红色,透明,玻璃光泽。 具多色性,平行于光轴方向为鲜红色。 在垂直于光轴振动方向上成微赫氮橙黄色。 有弱的各吸收光谱,长波紫外光下有微红色荧光,短波下呈鲜红色荧光。 由于其成分和稀缺性,它们在21世纪之前很少被切割成宝石。 直到20世纪50年代,这种矿物才被误认为是红宝石。 于1951年在缅甸Mogok地区宝石沙矿中发现,以宝石收藏家ACDapain的名字命名,1957年被国际上确认为新宝石矿中。 红硅蓬吕盖石仅产于缅甸摩谷的宝石沙矿中,是极罕见的优质宝石,被认为是地球上最稀有的矿物。 据报道,收藏家ACDapain或大英博物馆藏有一块重1.7克的标本,号称是世界最大的此种矿物标本。 第四,祖母率,价值,10万美元每克拉。